Nio聊四季 天天中更新 大家好 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高棉人對賞哥的人 這場比賽是邀請賽的比賽 這次邀請賽是相當精彩 我也是特地建立一個新的播放清單 有興趣想要看整場系列賽經常比賽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首頁裡面 影片的下方就會看到這個播放清單 可以進去看一下 好 那我們回到比賽中 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選擇了高棉人 高棉人的話他的特色是異次元農田 食物採集農田的部分 是不需要放到TC裡跟模仿裡的 所以支援採集速度是蠻快的 那他這個打法是比較適合打騎士暴 城堡騎士暴加奴炮投車 或者是打一個地出重裝騎士噴發 或是打大象其實都蠻適合他 但他越打後期他是越無力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後期沒有火炮 所以這個需要注意一點 那高棉人的話還有一個特色 是房子可以住進村民的 所以在一些特殊賽事生團戰裡 是蠻好用的 所以要把這個房子放在這些資源點 像石頭旁啊 或是法木場旁邊 都可以讓村民立即躲進去 可以降低自己的失誤率 那我覺得高棉人最強的還是大象 這個大象攻擊力超級高 然後肉類又多 所以後期打大象 配這個級兵 算是蠻適合他的一個路線 好不好意思講錯了 這個大象配上騎士 或是一些毛病 在後面輸出 或是弩炮都可以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哥德人 那哥德人的話是 Viper選擇 那哥德這個文明呢 是比較適合打地後時代的 因為他是有這個食物 軍事消耗減免 步兵的部分 那哥德人的話 他前期的話經濟沒有到非常好 只有在黑暗時代的時候 這個肉可以持久一點 黑暗時代可能好一點 但這之後呢 都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哥德人 需要靠自己玩家的 這個努力的 去農經濟出來 才有可能打得贏 那我覺得哥德人 最大 最大的一個特色打法 是要趕快在城堡時代 農出這個無政府狀態 然後再展出大量哥德味隊 然後再適時的出一些重裝長槍兵 會比較適合他這個打法 那我覺得 Viper選擇哥德人 在賽事中使用 算是一個蠻砍見的一個做法 因為哥德人在賽事的勝率來說 普遍都是不高的 那這一場比賽呢 也快算是準決賽了吧 就是已經在四強賽了 那哥德人 遇上高免人的一個情況 我個人是比較看好高免的 因為高免的軍隊成型輸入再更快一點 而且這個騎士暴也會很容易把 Viper這邊打殘 但是哥德人這邊的應對方式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就直接出這個重裝長槍兵就好了 那高免這邊HERA可能會出奴炮之類的 也不一定 那我個人目前看起來是比較好看好HERA這邊 但這場比賽我也不知道結果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部分 這張地圖金礦量 殘量並不是非常多 石頭在後方 那果子區域呢是有少量的 但這不是重點 因為不會有人到城堡時代還在吃果子 打獵是還有可能的 因為打獵吃肉是真的快 這什麼東西 MIPER居然前置棒棒啊 在看地圖的時候看到奇怪的東西出現了 那哥德人的黑暗時代就這個食物消耗減免了 這應該是造價不是食物 就是所有造價都有減免了 你看這黃金還有18的 不是整數的 直接出了兩棒棒直接出去了 那這邊MIPER有打算打兩棒棒騷擾的感覺 這邊兩棒棒直接走出來 MIPER會怎麼打呢 先打伐木去嗎 但是我們開頭講到 MIPER這個打法 他就算前期打快攻 高密還是龍守著 你看這個伐木場旁邊有一棟房子 村民隨時可以躲進去啊 所以我覺得 黑暗這邊要被擊殺到村民是一定有難度的 而且這邊織布已經快要好了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隨時都會躲進去 但是他也可能不用躲 反正有織布嘛 直接反正 直接回頭打就是了 對就是這樣子 拳號直接扁起來 拿拳號開扁這些棒棒 OK 這邊稍微拉打 打殘這些棒棒 MIPER能打的東西就變 輸出時間變少了 這邊看一下VIPER要怎麼繼續打呢 這邊是決定要來吃這個野味喔 VIPER對哥德這個文明相當有理解 確實 哥德吃這個鹿肉可以吃的更久一點 而且攜帶量更多 可以讓他大概三隻 就可以吃一隻鹿 三隻村民吃一隻鹿沒什麼問題 所以這邊拉六隻 接著慢慢吃 這樣吃的速度又快 又可以採集的久 這對哥德仁來說是一大家成 那哥德仁在某些賽事地圖上來說 看起來是不錯的 尤其是吃鹿肉這部分 當然打這個 打豬也是可以啦 打這個野豬 像黑森林有些地圖 這個野豬特別多 就可以用這個哥德仁到處去吃野味 甚至不用種田 好 下面來看一下 VIPER為什麼打黑蘭呢 黑蘭再次在 沙漠之王的比賽中 已經戰勝了VIPER VIPER直接被剃光頭 一勝都沒拿下來 那我VIPER這次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拿下 黑蘭呢 喔 黑蘭直接在旁邊蓋起了馬舊啊 哇 他這個馬舊蓋的位置很神糟 居然是蓋在TC旁邊 這個是什麼操作呢 雖然這樣蓋也沒什麼問題啊 畢竟高麵人本來就是不需要把農田喔 把這個肉放在 TC裡喔 所以就算農田喔 蓋這個位置也沒關係喔 但這樣子 能保護村民的農田就更少了 因為其實你 農田撒在TC旁邊還是比較安全 因為你這個收村速度更快一點嘛 所以我覺得就算你是高麵人喔 也盡量不要 像黑蘭這樣做 可能還是會有點失誤喔 但VIPER這邊剛剛直接被射掉兩隻棒棒 又按了兩隻出來 這棒棒繼續按 好 那這邊可以啦 看到兩隻 棒棒 然後還有四到五隻的村民在這邊打獵 應該心裡有敵了 哇這個 現在不 不來吃這邊吃野味的村民 對不對 這個良心過不去啊 看到 現成的 趕快吃一下 但是 VIPER這邊也是出了長槍兵喔 想要來守這邊打獵的村民喔 VIPER家裡其實算是非常的窮喔 不是窮啊 就是沒有非常多的這個村民喔 在撒農田 而是非常依賴這個打獵的肉量 去做支持自己的 出產肉的一個部分 所以VIPER這邊其實經濟來說 是有點小小的失調啊 那個木桶已經爆到三百多了 這邊可能要趕快下個市集或灑農田 還在灑農田 好 這邊村民果然還是被騷擾了 這就是為什麼很少人會拉村民出去打獵的原因喔 就是因為如果村民被發現的話 很容易被收掉之外 你要防守的話也是需要大量的軍事成本喔 才可以守住這些打獵的村民喔 所以這個算 這個就是所謂的高風險高報酬吧 野外打獵就是這麼一回事喔 好 那黑拉這邊出了非常多刺猴 五隻刺猴 繼續出 沒有要挺的意思喔 反正我農田 就是 採集食物特別快 盡可能去一直按喔 那我也覺得這是黑拉確實該這樣打 因為畢竟到了後期喔 高命人的勝率是非常低的喔 因為以前高命勝率非常高 那自從一直被那幅之後 勝率就已經到了後期喔 很低喔 他基本上能打贏的只有這個中前期喔 這個封建時代、城堡時代 還有帝王時代初期喔 比較容易戰勝對手之外喔 其他的時期是很容易打輸的 應該也只有帝王時代後期喔 嚴格講起來 但通常要打到帝後 也是在高端來說是蠻常見的 也沒到常見啦 就五五開吧 每次講得太忙 話講得太忙 都會有留言觀眾說 你這個講得不太正確什麼 呵呵呵 講話要很小心欸 真的是 好 這邊弓兵開射 殘血村民能射掉嗎 趕快收一下 唉唷收 OK BIP這波給的壓力非常大喔 這邊村民直接收村 但是這邊村民直接出來爆打一波 想來反擊 唉呀這隻赤王直接村民給敲死了 黑拉立即拉了 赤王想要回來救 但是這邊依舊有長槍兵 現在黑拉想要自己的弓兵去射掉對方的槍兵 射完槍兵之後這些赤王就可以硬上了 但這邊弓兵想要再囤個三四隻左右 好 這邊硬砍了不管了 先射掉長槍兵之後直接無情輸出 BIP想要射掉對方的弓兵 射掉一隻還不錯 這一波交換來說 我覺得黑拉有點賺 BIP是偏虧的 畢竟本來 就是 BIP是用少量的部隊去款 但以軍事來說是虧的也沒錯 但經濟來說的話是賺到的 BIP讓這一坨村民 少量的 沒有辦法盡情的工作 所以剛剛資源量 有被稍微被壓了回去 但BIP這邊是很直觀的 直接升了步兵的科技 因為 哥德本來就是打步兵比較適合 那這邊還是有出少量弓兵 稍微做反制 後面再補一個均勻 雙均勻開始出裝甲步兵 唉唷 這個是什麼奇招嗎 哥德封建 大爆兵 出裝甲步兵 但裝甲步兵依舊很害怕對手的 攻兵喔 所以BIP這邊第一次要去把對方的攻兵 點掉 點掉之後 裝甲步兵是封建時代攻擊力最高的單位喔 而且防禦力也是最好的喔 近戰防禦 好 裝甲步兵直接無情輸出 生了一滴血殘血走得過來 繼續輸出 砍得很痛 雖然BIP的所有的單位全部送掉 但黑拉的肉碼也只剩下一隻殘血了 後面補下了一隻刺頭 弓兵再次走了過來 但BIP還在打獵 還在爽吃這些野味 哇 這個經濟非常的好 這邊弓兵再次稍微對撤 長槍兵能夠守住弓兵嗎 有點危險 但是第一時間過來救一下 弓兵的對撤 BIP好像更上一層樓 血量來說是BIP的多一點點 但這邊刺頭也是努力的想要去收 但是這邊黑拉失誤了 弓兵沒控到 只剩下弱馬 弱馬這邊想要硬點 先把對方的槍兵給點掉 完蛋了 BIP這邊沒有槍兵了 沒有槍兵村民就會被打 被打的話 硬打的話一定會死一村的 不然村民被殺到一村 兩邊都是一村的一個交換 黑拉可以再拿下一村嗎 BIP這邊嘗試用村民卡了一下位 但是這邊村民依舊還是被收掉 BIP死了兩村 這就是野外打野味的一個缺點 人家硬上的話沒有兵很容易就會打出一個缺口 好 那兩邊這時候差不多時間點下城堡 只差10秒鐘 BIP這邊繼續按著裝甲步兵 黑拉這邊繼續做一個追擊 黑拉可能會馬上再補一個馬就出來 待會要打這個騎士暴 然後黃金再補一點點 不是什麼 對馬就沒錯 雙馬就 好 雙馬就開 待會打騎士暴 對於高面人 就是非常有優勢的 黑拉也知道這一點 但目前哥德爾 BIP是繼續出了自己的裝甲步兵 而不是打這個騎士 也不是打長槍兵 BIP這個打法有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封建時代就開始屯兵了 那一到城堡時代 直接升級裝甲 升級裝甲步兵到長劍兵 殺傷力會非常執著 給對手壓力非常大 因為騎士暴有個缺點 就是你一定要城堡時代 才可以產騎士 那裝甲步兵暴有個好處 就是封建時代可以開始暴兵 那一到城堡時代直接升級上去 這個威力是非常強大 但依舊是可能打贏弓兵的 所以這邊黑拉也可以適時的轉線弓兵 去剩下奴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邊是直接在補下第三個均勻 三均勻爆步兵 BIP這套招式打得非常有趣 我個人蠻喜歡BIP打這種特殊戰術 因為這種打法是一般比賽是不容易看見 甚至天梯上 可能全世界也只有BIP會這樣打 不要說全世界 可能99%玩家都不會這樣打 可能有1%玩家還是會這樣打 這邊直接升下了長劍兵 2級的步兵鎧甲 待會也要補下了 這邊長劍兵地先被弓兵射掉 這就是步兵開的一個缺點 但是長劍兵已經升好 正面硬打的話 長劍兵是有優勢的 但是追不到人是個缺點 這邊只要進行秀操作的話 長劍兵是沒辦法藏到任何甜頭的 這邊弓兵數量慢慢點了起來 步兵沒有直接往黑拉家裡衝 但是BIP依舊還在爆步兵想要反擊 這邊騎士直接開打 血量殘掉了 雖然收掉了一隻長劍兵 但由於角層還是比較短的關係 家裡可能還是會被騷擾 這裡補一下房子 稍微補一下洞 這裡看能不能要鎖死一下 然後裡面下個休刀院 這兩邊打得有點嗨啊 那果然高敏也按了奴炮 BIP這邊也是出了一台奴炮 想要來反制對方的弓兵 這個效果非常實著 威力有道 全部殘掉了 但高敏的奴炮也是非常強大的 一開始就有這個異攻的射程 射程7加1 BIP只有7而已 看一下這奴炮對射 哇這個串燒 直接串掉兩隻弓兵 這邊長劍兵直接防守 那奴炮來說 也是非常適合打步兵單位的 這邊直接硬敲 這就是世紀力國的兵種克制 騎兵可以很輕易的 換掉對方的工程器 但步兵很難換 要貼到對方的工程器 也是需要耗費大量血量 才可以換到的 好正面直接正面開打 兩隻殘血的村民 活了下來 有一隻送掉了 但是正面長劍兵想要重視突圍 但有點被對方黑拉打了下來 這一波交戰 BIP可能會輸 因為後面BIP 免法像黑拉一樣 把殘血騎士拿到後方 長劍兵的數量越來越少 正面單位也是全部基本上送光了 雖然最後還是招搶對方的騎士 換掉對方的奴炮 但家裡的勝率也是被送掉 後面黑拉的血量騎士也是慢慢拉了起來 這看起來這波交換 BIP沒有藏到任何甜頭 目前村民數還是落後的 落後目前大約10村 黑拉這邊慢慢打出了高敏的優勢來 肉量食物還是非常充裕 再繼續打下去來說也不是太大問題 我覺得BIP這個戰術 真的有待需要研發 太容易被克制住了 一般打法就可以擋下來 這個長劍變打法 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戰術 99%的玩家是不會用的 因為弱點太多 雖然哥德爾來說 用這個戰術會沒什麼壓力 經濟來說會比較沒什麼複雜 但 但終究還是 戰術實際 運用上來說 不是那麼的實用 那BIP這邊也沒有選擇開農 但黑拉這邊已經3TC開農起來 村民數已經逐漸拉開 BIP還能再繼續打嗎 波兵繼續走過來 看到這邊想要開TC 但有機會蓋得起來嗎 這邊直接散村民 直接走掉 這邊爭取時間 把TC蓋好 直接收村 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BIP這邊窮到 連重裝長槍兵升級都按不下去了 按了幾隻斗粒之後 終究還是擋不宜對方騎士暴 高免的優勢越打越大 或者是高免中期的很強大的地方 騎士數量超多 這個 倒地 涼掉 黑拉這邊騎士繼續輸出 想要先砍掉對方修道院 修道院沒有就沒有生旅 沒有生旅的話 就沒辦法很好的克制對方騎士 黑拉對於這個遊戲的理解還是相當足夠 好這邊串燒沒有打下面那一排騎士 有點尷尬 唉呀 涼了 好正面騎士直接上來 硬扛這些槍兵跟裝甲步兵 BIP這邊打出了GG 果然啊 這個高免就是中期 特別的強 這個資源量非常噁心 那BIP這邊的常見兵的示範 如果是打其他文明可能還有點機會吧 我覺得打高免確實是有點難受了點 但是我有點好奇 他這個打法 不知道對上日本 可能對上日本也沒戲吧 所以我真的不太清楚 哥德這一套打法可以打哪個文明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哥德人 在職業賽事中很少出現的原因 那我覺得這場雖然沒有打到後期有點可惜 但前期這篇交換跟一些哥德的思路 可能會幫助到一些玩家 在玩哥德的時候 運用這些文明特色 去在前期的打獵中獲取一些優勢 我覺得對於玩哥德玩家們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影片 稍微看一下經濟 那沒意外的話 哥德是全輸吧 對 有啊 石頭贏18 哇 贏了贏了贏了 其他都全輸 真的有點慘 其實在外面打獵 還是很難贏到高敏的異次元農田的威力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